原标题 这些人的真实身份和活动,才会被解密并攻之于众。 不过,这其中也有不少非常特殊的例子,比如,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个武田义雄,在网上搜索武田义雄,会有他的详细资料。 原名王义雄,1904年4月28日出生于中国辽宁旅顺,父亲叫王纯良,母亲叫菊池真子,毕业于东京洛军士官学校。 这样的一份简历,看起来已经足够完整了,那为什么还要说他的身份依然非常神秘呢? 首先从他的履历来看,自1922年进入日军内部,武田义雄在那里待了14年之久,这期间,他历任高级参谋、旅团长,以及关东军科长等职务。 从职位来看,他是关东军内部不容忽视的一位重要人物,但实际上,他本人却早早就加入了共产党,是一名资深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。 先后在中国和苏联的情报侦查部门工作,甚至还在粉碎刺杀斯大林的行动中立下过大功。 有个历史学者认为,在苏联间谍之神索尔格被捕牺牲后,戴号杰烈金的武田义雄,就是苏联在远东最重要的王牌间谍。 然而,就是这样一位出色的谍战人员,却在1945年2月神秘失踪,音血全无。 展开全文指导抗美援朝期间,武田义雄又以出密特的身份,搭入美军情报部门,为我军抗美援朝的胜利,提供了有力支援。 抗美援朝结束后,案例说,应该可以恢复身份了吧? 毕竟战争打完了,可就在这个时候,武田义雄却再度神秘消失,而且,直至今天也再未出现过。 直到1964年11月7日,苏联方面突然宣布追授武田义雄苏联英雄的荣誉称号。 这样的举动,毫无疑问是在告诉世人,武田义雄早已惊死了。 那么,他的死讯,为何要在多年后才公布呢? 为何又只有苏联去表彰呢? 这难免让人生疑。 然后,再来看看,关于武田义雄最大的争议,到底有没有这样一个人物存在? 实际上,目前我们所能了解到的信息,基本上都是据说,完全找不到可供参考的历史资料来证明。 而且,众多历史学者,翻遍了中日苏三国在二战时期的军队资料,却从未发现有任何关于他的记录。 如果说,中苏两方是为了保密,那日方选择隐瞒的原因何在呢? 难道是因为怕说出来丢人吗? 因此,尽管武田义雄的事迹,一度被传得言之凿凿,但越来越多的历史学者却相信,武田义雄被虚谱的可能性更大。 基于此,有人还列举了诸多证据,简历上说,武田义雄在1936年6月到1937年7月,担任日军参谋本部中国客长,但这一时间段的中国客客长,是永金左比重。 换言之,两人中肯定有一个是假的。 另外,简历上说,他曾担任过日军第十七师团的旅团长,但现实的情况却是,第十七师团根本没有旅团单位的编制,自然也就不会有旅团长一说了。 最后从血缘关系上来看,二战时期的日本人实行负系血缘制度,也就是说,只要老爸不是日本人,那就不能加入日本国籍,更不能参加日军,除非是极其特殊的存在,比如说,韩国皇子李银。 很显然,五田一雄是不具备这种特殊性的。 综合上面这些分析,也就得出了,五田一雄并不存在的结论。 关于五田一雄究竟是否真的存在的争议,也许还会一直继续下去,但无论他是真是假,他身上的那些事迹,听起来都足够传奇。 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